沉痛悼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加拿大人伊沙白克鲁克先生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观察者网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加拿大人 英国共产党党员 友谊勋章获得者 教育家 人类学家 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 终身荣誉教授 伊沙白克鲁格女士 于2023年8月20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108岁 观察者网有关他的全文复告 以及百度上有他的生平简历 请大家自行搜索阅读 今天呢 我聊一聊呢 他的趣事 跟呢 我的一些儿时的记忆 因为呢 他再一次勾引起来了 我当年的那个时代 其实呢 有关他的故事呢 我在高中时代 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呢 就知道 这个人呢 跟白秋恩 文佑章 属于是一个 一个时代的 他们一块共事过 他这个108岁呢 也属于超长待机了 他的离去再一次告诉我们 一个时代过去了 他与白秋恩都属于咱们祖国那个鸡贫鸡弱的年代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可以说是帮助 也可以说是为了共同的梦想和革命情怀 甚至自我事业上的升华 但无论怎样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没有巧取好多 他们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事业 克鲁克女士 与文佑章一样 都是加拿大教会派驻中国的 文佑章呢 属于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 克鲁克出生在中国 当年是1905年 1915年嘛 他们家应该是加拿大公理会的 当时在四川嘛 那个时候 诸多的教会 比现在这帮人理性世俗 而且 基督教联合会公理会里 不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白秋恩 他不是也出生在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家里 基督教 依神教 这个事很复杂 一边呢 巫婆神汉 原教旨主义者 在我的节目里呢 也没少攻击和嘲讽 另外一边呢 大士念鲁达 革命家 这个东西呢 大家怎么看呢 自己看去 那有人要问了 那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人的呢 可以说是某种共鸣吧 首先呢 大家也应该知道 我呢 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里 祖辈呢 早年参加革命 一直坚持到了胜利 经历过那个艰难的时代 我的外祖父 抗美援朝的老战士 长津湖的战役老兵 2008年过世了 今天克鲁克女士的去世 让我重新回忆起了那些家事 属于我儿时的那种 可以说是炉火纯青的记忆吧 毕竟我小时候 也是从那个环境里出来的 我的祖父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我记得别人家孩子里看圣斗士漫画 我看中国共产党当时 祖父在部队里做政委的 自己又是政治学院的 难免会把工作带到家里 他当年就这么认为 孩子们要得从小开始抓 从小开始抓 那就得从小开始育红 知道育红是啥意思吗 那是一个过往时代的一个词了 现在都不用这个词了 大家应该知道幼儿园 学前班啥东西 但是呢 当年那个年代 没有学前班这个概念 没有幼儿园这个概念 我们管的玩意叫育红班 教育的育 红色的红 育红 你自己好好想想这是什么 所以当时呢 我就从小就育红了 所以这些东西的勾引起了 我当年的记忆 其次呢 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家乡 我的家乡呢 有一所学校叫白秋恩医科大学 你听听这名 白秋恩医科大学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呢 我后来呢 自己呢 我去找了些资料 我看看这白秋恩医科大学的前身是什么 结果我发现 让我大吃一惊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39年诺尔曼白秋恩先生成立的进察记编区卫生学校 也就是说这所学校它的历史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部分 他这个里边没有什么外国的联系 也没有什么民国时期的所谓的这些教育这些联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他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部分 进察记编区卫生学校 自己好好想想 后来呢 搬到我家乡的时候开始叫军医大学 后来在70年代叫白秋恩医科大学 是中国在医学类学校里最开始有双语教学的 当然了 后来也跟北大清华一样 给加拿大呢 美国呢 输送了不少人才 那这都是后话了 曾经呢 我记得啊 我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那块的大学叫贵尔夫大学 贵尔夫大学曾经有一个实验室里 里边全是白秋恩医科大学的这些同学们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挺有意思的 所以挺有意思的 所以你就看这些人啊 后来跑到加拿大去了 但这都这些都是后话了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 小时候啊 因为白秋恩医科大学就在我们家后院了 所以呢 我开始的时候觉得白秋恩应该是中国人 我最开始真以为他是中国人 直到后来有人告诉我 他不是中国人 他加拿大人 当加拿大人 当时我也没 没有这么太 就是说往新生去 但是毕竟呢 后来我也知道了 中国的大学用外国人的名字命名 这个不常见 但是在我生活的那所城市里呢 曾经我们的主干道 就是最主要那条大街 叫斯大林大街 斯大林是谁 斯大林最起码是外国人 所以呢 我们的地方对于外国人来说 就给给我一个感觉说这个东西很常见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不常见 因为你看我那个城市最主要 曾经最主要的大街叫斯大林大街 后来叫人民大街 他不像哈尔滨那几条街 哈尔滨那条街什么上智大街啊 宜曼街啊 静宇街 赵林街 你想想这些都是什么人 这些都是抗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 所以我们斯大林大街 白秋恩一科大学 所以这就是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后来呢 我移民到了加拿大 把这段历史 这些人就当成了一个个人爱好 去自己去读啊 读他们的著作 读他们的著作 我对这些人呢 可以说怎么说呢 有一些 有一些向往吗 他们这些事迹啊 他们这些故事啊 我得去翻一翻 白秋恩的故居呢 我也去过 在格雷温和斯特 那块啊 秋天的风景最好 这块是加拿大风树啊 加拿大豆叶子 大树叶子 哎是 红叶子最最烂漫的时候 秋天 格雷温赫斯特呀 亨茨维尔啊 阿尔冠昆呢 Georgian Bay呀 对不对 还有瓦西哥 Beach 这都是安大略 安大略这边旅游圣地嘛 对吧 还有这什么 还有这个 Moscowka Lakes 这这都是加拿大旅游圣地 我我曾经在安大略生活过五年 这个地方我我去过几次 挺漂亮的 尤其是秋天 白秀文的英文传记 他那本书叫手术刀和剑 The scalpel the sword 手术刀和剑 作者呢 是曾经跟白秀文先生共事过 在西班牙共事过的 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 这两个人写的 泰德阿兰的儿子啊 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秀文阿兰 后来这个人学了中医 他学的是中医 在多伦多开中医诊所的 那是20年前了 那是20年前了 所以后来呢 我通过读这些人 我也接触到了路易爱黎的著作 他是新西兰人 然后呢 有关马海德的故事 还有这本书 这本书 这是谁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或者又叫西行漫迹 这些我都读过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高中时代的回忆了 这里面有点怀旧啊 怀旧呢 很正常 我们应该怀旧 我们应该记得那种年代 所以有些东西呢 还是那么回事 总结一下吧 今天呢 产生了很多共鸣 又想起了很多事 总结一下吧 那个时代呢 是中国鸡贫鸡弱的时代 无论是今天过世的克鲁克女士 还是白秋恩文佑章 印度医生克里华 新西兰人路易爱黎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但秉承着共同的信仰 与革命的情怀 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 做了一番事业 他们的事迹应该被记 他们的事迹应该被记得 他们的故事应该被传述 回到白秋恩 白秋恩呢 在加拿大呼吁全民医疗 没有人响应 然后呢 被同事呢排挤 很正常 你想搞全民医疗 同事们 那对这个行业是垄断的 你想分他们的蛋糕 他们能干吗 后来呢 他响应号召 去了西班牙 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共和军的一方 然后呢 遇到人际关系问题 遇到人际关系问题 跟同事不知道咋处 被除名 过早就回国了 然后 他才去了中国 他才去了中国 他找到了自己的西林归宿 他完成了自己的事业 他做到了 他愿意做到的事情 我这里边还有个故事啊 1966年的时候 美国西班牙 国际纵队 林肯营的老战士 聚集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小酒吧里 回忆当年的往事 回忆当年的往事 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的非洲裔黑人 牧师 博士 走到了他们中间 这个人是谁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 然后这些人聊天的时候 就跟马丁路德金说 说金博士啊 我们的事业不成功啊 因为西班牙内战 大家也知道 后来共和军打败了嘛 他们也回来了 回来了 他们做的事情不被承认 尤其是在美国的麦卡锡时代 但是呢 马丁路德金是这么说的 说呢 你们应该到非洲去看一看 尤其到非洲的坦桑尼亚 那里有你们战友的事情 有你们战友的事情 你们战友是谁啊 诺尔曼白丘恩 他说白丘恩不是已经牺牲多年了吗 怎么他的战友 他的同事 怎么还能出现在坦桑尼亚呢 对这些人好奇 林肯营的老战士在第二年 也就是1967年 就去到了这个哪 这个坦桑尼亚 在坦桑尼亚 达类斯撒拉姆 坦桑尼亚首都 郊外的一个小镇上 一个小镇上 有一个小的诊所 小的当地医院 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这个医院马上要收摊的时候 这些老战士们看到了亚洲人的面孔 他们看到了亚洲人的面孔 他们这时候他们明白了 当年自己的事业没有白费 当年自己的事业是成功的 那这个故事马丁路德金怎么知道呢 这个世纪马丁路金怎么知道呢 因为当时属于那种后殖民时代 反殖民时代最高潮的时候 60年代 这个哪儿坦桑尼亚的事 加纳的这个总统他知道 加纳的总统知道 加纳的总统当时告诉了马丁路德金 加纳的总统怎么知道这个事呢 因为当时在非洲经常专访 这些非洲领导人有一个知名的记者 也是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是谁呀 埃德加斯诺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也看到了白秋恩 从加拿大呼吁全民医疗 到西班牙 人际关系问题 后来到了中国 找到了自己心灵归宿 然后他的后人 他的徒弟们 他的学生们 把他的事迹 推广到了全世界 把他的事业推广到了全世界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 这就是传承 这就是传承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里纪念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加拿大人 伊沙白克鲁格先生 或者女士 我们去回忆那个年代 我们要铭记那个年代 白秋恩在中国找到了心灵归宿 完成了他的事业 文佑章 路易爱黎 马海德也一样 所以嘛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伊沙白克鲁格先生 永垂不朽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型定一下 谢谢大家